丁小姐 在戲裡面妳演那種 永遠不會輸的女人 在現實生活當中 妳也是一個不怕輸的女人 還好 基本上三點半夜 還好 小燕姐 我問妳 誰敢把自己照片 我第二個40歲的時候 我會有這樣的勇氣嗎 我想我沒有了 第二個40歲 那是80歲 對 那是這個勇氣的 我講真的 妳就別出來嚇人了 我覺得只是 基本上只是在 80歲之前算是為自己 年輕不留白吧 我覺得 而且妳 妳是讓誰幫妳拍的 是我的按摩師幫我拍的 男的嗎 女的啦 所以妳按摩師幫妳拍的裸照 因為本來按摩就是不能穿衣服 那至少要蓋的吧 沒有 因為我一直在想 就是粉絲 所以妳是演完了這個 演完這個戲 也是一種解脫的感覺對不對 我只是跟我的粉絲有個約定 當我的粉絲人數破5萬的時候 我會送大家一個禮物 但是我沒有說是什麼禮物 我說是照片 但是我也 我也沒想是什麼照片 只是 Oh that's good 那破10萬怎麼辦 破10萬呢 妳想太多 等一下 5萬是反面嘛 對不對 就是 10萬就正面 我要介紹一下陳冠玲 在妹生小孩前呢 她是說她演的都是反派 她是以台灣阿成那個時候 對 我們一起合作 你們一起合作好多戲耶 對 很多戲 那時候她演阿貝 是她的親生父親 我演她姐姐 結果這場戲我們兩個演夫親 就這樣 你們有很多很複雜的關係吧 對… 後來才知道 我曾經在這裡訪問過妳老婆 不然尷尬了嗎 我跟薑國斌應該算是 從她… 我跟歡歡是很有緣嘛 因為她這個少女時候 就在我公司 可是她結婚以後 我就沒有見過她先生 就是你啦 是… 因為那個時候你都在拍戲嘛 她就來講 我先生多好 講… 她就這樣講 她就跟我們講離婚了 過一陣子她來的時候 她說 其實我跟我先生其實還是好朋友耶 對… 對 剛離婚那個時候 我還是叫她寶貝 現在不叫了嗎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階段的想法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就好比說十幾歲 你有你想要的感覺 二十多歲想法也改變 三十多跟四十多差別很多 我覺得 其實彼此不要給壓力 我想我之前就是因為 給她壓力太大了 就是我個人認為 你給歡歡壓力很大 對啊 我可能比較大男人 還有一個… 因為平常心講 我們都是聽到她在說 這一段婚姻 我其實每一次 我都是希望聽到雙方說法 就是說男的怎麼說 女的怎麼說 因為歡歡 其實是一個滿夢幻的女孩子 那肯定是 而且我覺得她 其實她滿優秀的 她怎麼會嫁給你 她怎麼會嫁給我 就喜歡相愛就嫁啦 就好比我本來 是你追得很厲害 我本來也不想娶老婆的 我以前不想結婚的 所以看到歡歡也是被她煞到 結婚是衝動 然後離婚也是 當然你有理智之餘 也是要衝動的 那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講 結果我們個性真的不合 就好比她跟… 可能跟小燕姐是養獅子座了吧 應該小燕姐也是嘛 那我是天蠍座的 那一個在很明亮的 一個在比較陰暗的 那本來就是有點衝突 然後因為相愛 所以會包容很多事情 可是結婚之後 生活跟相愛是不太一樣的 對 那到後面我覺得 我一味的覺得我對她的好 是我很想付出的 我很需要她需要我 可是後來我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覺得大家的距離有點 越來越遠 然後為了一些事情可能 就會有一些爭執 到後面變成不會爭執 那或許她不願意吵架 所以她默默地接受承受我 那或許我真的覺得 我對她的好 我是對她是好 可是可能我對她做的好 真的不是她要的 她要的 對她來講是一個壓力 但她可能不忍心告訴我 所以她就默默去承受 這是我後面的想法 我覺得 所以沒有什麼對跟錯 我倒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開心就好 她如果覺得 她現在這樣過得很快樂 那就好 我憑妳講 因為我認識幻幻 很小的時候她這樣 對 她很… 某些地方滿純真的 很小孩子氣 然後很夢幻 今天你知道嗎 坐在電視機前面 看到你們的人 一定都覺得 他們還是有比較柔情的一面 不是像電視上面 但是我想 今天其實我們 我想訪問你們 也是讓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戲劇是戲劇 人生裡頭 張國斌到底是什麼樣的男人 我們也很想知道 但因為平常 你們沒有機會去說到 自己 像我就覺得 因為我認識的江國斌 都在電視上演好兇的男人 其實我覺得是緣分 然後相處了之後 大家相愛 然後相愛 大家對愛的定義不一樣吧 對啊 那我覺得 總是一開始有彼此 喜歡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然後 你愛過了 然後有了家庭了 到後面你覺得 生活的重心是什麼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但是我必須講 你這個十年當中演了十一檔戲 三立對 要不要負點責任 也沒有 也沒有不回家 其實因為我家住得近 所以我幾乎都每天回家 對 我幾乎會回家 所以也並不是像人家講的說 幾天幾夜沒有回家 我是沒有了 因為我家住得近 我都會回家刮鬍子 然後卸個妝洗個澡 然後再進婆化妝 你們雖然是這樣 但是還是比一般的父親 一般的先生來講 你們是很少時間在家對不對 當然 當然 應該說是跟親人相聚的時間特別少 特別少 對 所以會 有些人就會 像我們都會比較特別 會撥時間去爭取這個時間 對 但如果說 稍微自私一點 我想多睡一下 其實老婆就沒什麼機會 跟你們說到話 對 這是真的 有些時候可能回家 然後你家人在睡覺 然後可能你馬上要出門了 對 可能你睡覺的時候她 她醒著 然後你起床講不到兩句話 又要出門開工這樣 所以你想 老婆有的時候 就想來跟你講那麼兩句話 或者是想要爭一個什麼 你就 就走了 那女人你曉得 鼓得氣 鼓了半天 你又走了 這種事情 你好 我是在提醒你 我有…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才… 在拍天下的時候 天下的時候我那時候 因為嘎… 二十七… 二十七八天沒辦法回家 然後後來 我就跟他們講了一個笑話 我說 搞不好帶我回去的時候 我兒子會跟媽媽說 我戲裡面叫李文龍 她說 媽媽 李文龍到我們家來了 對 而且已經不認得我了 其實以前連戲劇的男主角 通常都是這樣子 兒子都是看戲裡 對 戲裡都回來了 可是會去利用那個時間 可能中間的兩小時可以休息 可是就是開車開了回去 然後去看一下他們睡得很安穩 然後再輕輕的把門關起來 然後再… 再去拍戲 聽起來有點可憐 不會啦 但是這也是沒辦法 對不對 我覺得各個行業 當警察的 當兵的 可能也都是有 經常不能回家嘛 我們也是把它當作職業的一種 而且你們的那一半 就是要… 要多體諒 要包容 要體諒 要包容對不對 對 李文龍 你要再找一個人 我沒這個反腦 因為我沒結過婚 雖然我有小孩 她每次都把人家 一口氣就塞住 但妳以後總要有吧 妳不想有嗎 所以妳才把臀部給人家看嗎 妳不想有嗎